90后的你负债多少 前段时间据有关照查显 90后的负债高达了12万 上一秒发工资 下一秒换花呗 牛牛96年 就是我住6平米房间的好朋友 存款一毛没有 还爱好摄影 年初的时候 他买了个相机5第4 负债3万 现在还在持续投入摄影中 从女生的衣服 鞋子包包 到男生的手表 车子 房子 全部都是高额消费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在你30岁的时候 买你18岁喜欢的东西 没有任何意义 不管有没有意义 提前消费 已经深深的扎根于90后的心中 用明天是指明年的钱 买今天的快乐 对90后来说 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不要有价格 比如说一本书 一支笔 或一台相机 一部车 一所房子 利用超前消费 去提前拥有它们 其实并不可怕 重要的是 我们有能力 去一一的偿还 你现在是付多少的富翁吗